我们今晚将见证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较量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谁有力 说明员做出了扑球的动作 这球还是进了 门香这第一下扑球已经很精彩了 这补射无能为力 我们能看到门香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进了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传给了王珊珊 单平的机会来了 双方再次站上同一起跑线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他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均一不可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华主队员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 化解了这次进攻威胁 王双 王双这脚球穿得非常不错 却有力 李金文 成功地压迫拿回了球权 一脚射门 鱼越扑就漂亮 球直接往禁区里开 可惜了啊 这脚凌空没有打进啊 凌空射门是很考验技巧的 其实这次已经很接近进球了 可不是吗 球权要回到他们脚下了 犯规了 裁判的哨音也响了 赵昭贤 崔有力 人善珠 对手没拿住球 攻入对方腹地了 这是一个机会啊 漂亮 这是他本招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这个单刀进球太精彩了 整条防线就被他一个人冲着七零八落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但是没能换来进球 球权也交给了对手 绝佳的反击机会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反击来制造威胁 往说 精彩的防守 要两个凌空打本 这样的进球 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啊 这角凌空周射 我觉得不是所有队员都能做出来的 这球应该能入十加球了吧 比分 比分被改写成3比1了 双妹子 往上拿球 一个绝佳的机会变成了对手的球门球 王珊珊 他持续代球推进 选择往内线发展啊 这球又有了 分差继续扩大 现在已经三个球了 他拿到了球很轻松的绕过来防守他的队员 也成了4比1 孙花言 球被铲除边线了 对方得到一个界外球 他有很多选择 支援也到位了 得到一个界外球 得到一个界外球 支小然 闻家用一次精彩的扑就化解了这角远射 他几乎是身处无人区啊 王珊珊 可能把球打金马 门将这下刻不轻松啊 脚球落点在进区中间 考验不到门将啊 展瑞 机会来了 这球又有了 他们完全掌控了比赛 已经领先4个球了 重温一下这个进球 一次非常鬼魅的跑位 在距离球门非常近的地方拿到射门的机会 结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 结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 这次扑就质量都很高 哎呀 可以说是神仙打仗啊 应该说门将还是极高一筹啊 门前的危机 已经被他这样就化解了 对的 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进区中央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 球出界了 继续由他们发脚球 球面把球拒至门外了 这球没设证 篇出力助许多 可以打门了 漂亮的解围 警报解除了 传偏了一点 出界了 接外球 张欣 网霜 传给了王珊珊 这次的机会非常好 好球 今天这是他第三个进球了 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 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 最后的这脚推射 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目前双方比分6比1 还要再补识两分钟 全场比赛才能结束 现在又是他们控球了 机会就在他脚下 又一个 他们今天彻底打疯了 这进球完全停不下来啊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进 上半场比赛在裁判的哨声中 落下帷幕了 双方回到场上 继续这场世界杯小组赛下半场的争夺 这场比赛下半场的争夺 第五天又到第一天又到三 shadow 冲击打倒EST soutien 展翘 关锋 英辄 喜歡 前冲 挑是 充 metabolic 却有力 这脚球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这个球偏的也太离谱了 这根本没有给门匠造成任何威胁 连球位在哪儿可能都没搞清楚 只顾发力不看大门 王珊珊 在几方后场划铲抢断 这个过顶球直接掉下了防线后面 但是力量大了一点 球一定是直接归门匠了 王珊 目测能找到目标 关键的抢断 绝佳的反击机会 这次反击最终以丢到球权而结束 王珊珊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好球 抢到球了 姚灵威 邱晓柱 只要拿到就是机会啊 这球在处理上啊出现了些失误 比赛的成功时间还剩下30分钟 王珊 倒凤的机会 又是一个进球 对方的防线完全被他们打成了筛子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的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王珊珊 张开了张瑞 她好像毫不费力地就打进了两个球 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在这样的距离被她抓住机会 非常舒服地完全发力 这种球神仙难救啊 李金文 球没拿稳啊 球权交给了对手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王珊 射得漂亮 铺得也很精彩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距离 投球没有找准目标 偏出了球门 机会啊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他们这场比赛做到了全神贯注 比分自然也就很好看 王珊 王珊 交给了王珊 交给了王珊 突救的质量很不错 脚球落点再进去中间 出界了一次球门球机会 他把球权丢了 他把球权丢了 对手再对他进行逼抢 断球了 看看下面要怎么组织 张瑞 这个球啊 看起来有机会 文将扑了一下 但是球没飞远 警报解除了 是孝然 王珊珊 再次把球交给王珊珊 抓住空档 挣脱防守 漂亮 和门将单对单的球 这次居然没有打进 这个球发力过猫 球权又到了他们脚下 球直门球门而去 这个射门角度太正了 直接被门将没收 张鑫 黄霜 黄霜 再把吹停了比赛 应该是有犯规吧 揍出了边线接外球 王珊珊 他这一路向前盘带奔着球门就去了 好球 今天这是他第三个进球了 这帽子战队 这帽子戏法先生 脸上的笑容啊 都已经溢出屏幕了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肯定会在日历上 把今天单独给圈出来 这确实是值得他铭记的日子 成功上映了帽子戏法 诶 裁判马上就将吹向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看看他怎么处理 可以直接突破了 瞧见了 再看一下进球的过程 成功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故事只有两分钟 这个球犯规队员逃过一截 主裁判没有判法点球 但这样一来 看台上的球迷就不干了 比赛到此结束